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么这一节课的话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个当页文档管理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当页文档管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后台核心部分呢 会有一个当页文档 在这个频道模型下面会有一个当页文档 首先呢我们来增加一个页面 比如说这个页面就叫做 不好意思 这个页面呢叫做我们的这一个关于我们对吧 OK那是这个关键字跟摘要的话 我们就keywords 好我们就类似这样子直接来做 然后这边有个关联标识 关联标识呢通过这个标识来识别我们类同页面 模板中调用是这个这种方式 好假设说我们这个关联标识变成1 好然后我们文件名的话相对于我们的安装目录 好相对于我们安装目录的话 我们直接叫做关于我们是about吧 好然后它的模板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当页面的一个page 好是否编译内容 含模板标记要编译然后不含模板标记 不要编译好这是两种 那么我们来先试第一种 不含模板标记不需要编译的 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百度 百度这边有个about 这边有个关于百度对不对 然后关于百度怎么这么多东西呢 好我们找到百度简介 那么我们就以百度简介来作为一个内容 我就不写文章那么多字 然后我们贴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呢是成功添加一个页面 这边是不需要编译的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东西 好在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一个当页面的一个东西 关于我们 好然后呢假设我们要生成这个东西 要如何来生成呢 生成这个当页面 生成当页面的话 我们肯定也是生成在这个地方 好一键更新我们的网站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边当页文档 这边有没有生成的这种概念吧 好我们文件名是叫about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文章目录 有没有生成这个about 好这边about已经直接生成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about 好这个就是我们生成的一个 关于我们的一个东西 好然后再来做第二个啊 再来做另外一个页面 再添加一个页面 就叫做我们关于我们联系 我们好关键字这个都不 然后这个关联标识呢 我也是写成一号文件名 我们就叫做conct 好联系我们是不是这么写呢 conct啊 如果说不懂的话我们翻译 应该没记错啊 conct啊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好然后呢我们也是一个当页面模板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编译 假设说我们现在是需要编译 编译什么东西呢 我们首先来把联系我们也给找到 好摆对的联系方式呢 是这么几个 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复制 然后放到这一边 好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代码放进来 假设说我是代码编译的 好我的关键字呢 在这个地方来体现 对不对体现在这个地方 要怎么体现呢 假设说我就放到这个table下面 table下面的话会有一段代码 然后我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页面 这边会有一个 不好意思我们呢没有生成这个东西 没有生成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选择一个预览 好这边呢会有个关于我们 一个联系我们对不对 然后点击关于我们在这边 我们应该找到这一个 好看到没有 我们这边有个更新所有面 我们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找到关于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这边就会有一个联系我们 一个关于我们对不对 然后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他有一个title好 有个title这边没有出来对不对 有个title我这边没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内容部分 好在我们table上面 我们是有写一串代码的 但是这边没有生成好 没有生成 没有生成的话 有一个概念就是有可能好 有可能是一个顺序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系统模板好 模板这边有一个标签 标签这一边的 假设说我们找到一个文章列表 然后呢不是标签 我们来默认模板管理 好默认模板管理 我们点击一个修改 然后找一个arclist 找个arclist 我们在那个位置 在当页面这一个文档呢 在当页文档这一边的联系我们 点击更改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既然它没有用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删掉 然后呢换成我们一个获取文章的东西 获取文章的东西 type id 我们不要了 好我们直接显示五行的内容 然后其他这一些keyword 都不要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简单的输出一个 这个文章列表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确定之后呢在这个位置更新所有 ok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 ctrl加f5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输出了五篇文章对不对 那这一个是需要编译的一个概念 然后假设说 假设说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不包含编译 不需要编译 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话就是这么一串代码 然后我们点击更新 然后再更新所有页面 刷新 好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一串代码会显示出来 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一个需要编译 跟不需要编译的两种方式 好两种方式 好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光链标识 光链标识我们刚才这边有相关页面 我们标识都是为一 所以他都是放在这一边的 好假设说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试验 好然后呢叫做加盟 这个是一个企业相关的东西 叫做加盟协议吧 好我的关键字都不要 然后这个变成2 我就叫加盟吧 好他也是一个当页面 然后这一边的文字我就随便写了 好也成功增加一个 然后再更新一个所有页面 好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再刷新这个位置 发现我们没有出现加盟的那一个字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加盟 好那么我们加盟协议在这一边 好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个 一个是加盟协议 一个是加盟 条件 那么我们条件也是随便给他写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又写一个2 好加盟 条件 好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更新所有 刷新 好那么我们这边就会有个加盟条件 加盟协议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标识的一个概念 好非常简单 对吧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当页模型管理 一般就是用在我们这一些当页面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一些只需要一个页面就可以表示表达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CSS比较丑好比较丑没关系 大家页面不可能用他默认的对不对 假设说你用他默认如果说想修改样式的话 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谷歌浏览器的检查这个功能 当然你也可以按浏览器的F12 不是按键盘上F12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让他G中G在下面 然后呢也可以G也可以弹出来对不对 然后呢也可以靠右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我的屏幕比较小 实际说我靠右可能不太好看 好如果屏幕大一点的话就这样子 好一般情况下我能就靠底下就可以了 好然后这边有一个箭头 我们鼠标移到这个地方对不对 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CUR 这边又是Li这边又是我们DDCUR 实际说这是一个Bug 我们这一个CMS制作模板的人员呢也是不太用心 好没关系假设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页面调试工具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找到之后呢我们可以来改 当然我们刚才改的那个模板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来改这个模板 当页面的模板 好假设大家想改一下我们当页面的模板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这边不是有一个模板的一个文件名呢 好它是在我们style下面的single page里面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页面 在templates default下面有一个single 好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编辑这个页面 好把它拖到这边来啊 放大一点啊 好在这个相关页面的这个地方啊 它会出现 哎这边看来的话 这边看来的话 在这边看我们也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哈 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页面上的这一个错乱的这个地方 好 dd class等于cor对不对 好为了确保我们找的页面是对的 我们在这边输出一排s 然后呢 在当页面这一边更新一下所有刷新 好说明我们找的页面是对的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加盟协议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 没有看到这一个bug存在哈 没有看到这 假设说 呃我们 我们理解一下这个边写页面代码的人的意思 他应该这一边写的是li才对啊 好 我们写一下li看一下样子 好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子 li的情况下 这边是不能点的 然后是一个黑色的加深颜色 好 好 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子 他是在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他的一个css的一个所在位置 好所在位置 我们可以右键openlinkinnewtable 好我们就找到了这一个东西哈 我们找到templatesdeform下面的stylelayout 找到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让他col.cor下面的acorcolor red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改这一个东西哈 我们 改这个东西 如果说这边没有的话 我们把这个恢复 然后找到这一个lexpage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在我们一个文件夹里面哈 在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找一下在哪个文件夹下面啊 在inclus下面 好inclus下面 我们然后 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like 我们可以用这种文件夹搜索的一个形式来搜索哈 找到我们这一个inclus的这个标签看一下是不是在这边 好 好 那么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啊 这边有个taglabs 好 在这个地方 对吧 找到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啊 在这边对不对 我们需要改这个地方改成li 好 可以的啊 改完之后呢 我们再更新一下所有页面 然后呢 在这边刷新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 看到没有 当前的页面就很好的就找到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当页面的管理啊 当页面的管理 那我们当页面的管理就讲到这边啊 感谢大家的听讲 好 好 呀 不是 Lewis